今天雨姐又带你课堂了 众所周知白鹿可是个喜剧人 她的笑声非常有感染力 一碰上孙真妮 两个人属于是通过笑声相认了 是我们我们两个是通过笑声相认的 看看看看什么看 没见过漂亮姑娘吗 话说白鹿在娱乐圈里面最著名场面 就是2020年跑男 作为嘉宾出场的她 头上扎着双满花辫子 一声大黄袍 豪迈笑声直接出圈 还没有 会有 精神 理许 你的眼睛才好小 当地张 打到③ UTRA 哎呀 别别别 说说 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直接称之为白露破相式大象合集 即便白露的牙齿并不整齐 但白露还是丝毫不掩饰的豪迈大象 这俨然也成为她本人的一大标志 对此白露恢复也十分有趣 已经好几个朋友分享给我 问我怎么笑愁那样的 真的别问了我也不知道 不行了 于姐写到这里的稿子 都惹不住笑出声来 实在是太有感染力了 反观孙真你也是如此 你以为她是这样风情万种的小狐狸 甜美可爱的女团 美貌善人的小姐姐 其实她是这样 怪不得白露和孙真你第一次见面 听到她笑声之后都感慨下风 然后完了以后我原形毕露 我笑了以后然后她说 天哪 孙真你 你怎么笑得这么吓人 直言孙真妮说自己有点色恐 露露子直接化身表情包 嗯 你是社交汉匪吧 我本人其实是有一点小色恐的 然后骗人这个角色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不仅天天笑 几个月拍摄下来越来越有默契了 整天都是狐狸姐姐贴贴 不敌我 手伸得一首尝尽你的柔 我能量力量 营业时都在散发爱的信号 就连罗云熙都忍不住磕塞批了 这段真的是绝美的光 少女们有机会发出不好看的 你知道吗 什么都可情愿了你 不能说话就好 我只会让王老师一样去 哈哈哈哈 哇 他们俩真的太有默契了 天哪 我只要让他们俩上了 哇 喝了喝了喝了 我没听到 不过白鲁真是娱乐圈收割美女机器吧 称作海王也不为过 首先是余淑欣 原本以为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人 私底下关系居然这么好 对他俩合体的印象还停留在微博之夜 王鹤丽 余淑欣 白鲁三人座位挨置的名场面 今天雨景一发物料 原来两个人2020年就认识了 要说这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据说之前白鲁新剧半是米糖半是商播出 余淑欣看了觉得白鲁好好玩 刚好白鲁认识曾可妮 余淑欣就从曾可妮那里要来了微信 两人加上以后 两个人飞机航班还刚好碰到一块了 缘分就是这样来了吧 白鲁还为余淑欣买的200张新专辑庆生 在跑南综艺节目打电话 给余淑欣的称呼就可以看出了 我在拍照片 发生什么大妈 我的杭州 主持人曾问过白鲁 我们俩都互相说了八百遍了 就是想演一个双女主 然后她就是一朵小白花 然后我就是她身边 处处都维护着她的 保护着她的她最好 但是白鲁可真是个端水大师啊 接下来主持人问道 如果选举人可以一起生活环境 选与初心吧 如果选举人被你创立了 曾可妮 街球骂我 这是个新世界端水大师 白鲁可以说是拍一部戏 勾搭一个美女 拍招摇和宵夜成为了好闺蜜 一拍完自己的戏份 就跑过去抱着对方 拍《长月静明》勾搭上了孙珍妮 杀青戏 两个人抱头痛哭 拍戏奸细 无时无刻都在贴贴 两个人还要合体拍抖音 这就算了 孙珍妮被问到 下一部戏希望和谁拍 她直接说白鲁 没想的话我想演 我想跟白鲁一起 直播采访时 问到两个人相处的感觉 孙珍妮一脸娇羞笑着说 我们俩就是相处起来 确实就是很有像那种 让我感觉就很像那种 以前高中啊 就大家可以手牵手 一起上厕所什么的 就反正就是有那种感觉 然后孙珍妮也很照顾 嘿嘿 哎呀我这要被填到了 女孩子之间的情意真的很好 然后在拍《宁安如梦》的时候 又和刘仙年冲年户 一直在倾情 不得不说还得是我们陆哥呀 不仅女人缘好 露露和每一部戏的男主 关系也很好 最后都混成了哥们 比如说在《周深如故》中 戏里面两个人虐得要死 花絮里却搞笑的不行 而且每拍一部戏 就要拉着演员拍抖音 和王亨利拍《以爱为赢》 也要拉着一起拍抖音 两个人在跑男 模型相声一致 网友评论 一个哼着响 一个竖着响 真的要被这两个火宝给笑死 有种现象 剧越火主角就越容易被拔黑历史 最见火的剧就属《长月记名》了 由白露罗云熙主演的爱情玄幻剧《长月记名》可谓是未播鲜活 播出后热播堪比苍蓝绝 所谓人火是非多 身为主演的白露也逃不掉被网友扒出黑历史 白露因为早期言行不当 被骂不尊重女性 只为强调自己为男孩子 被网友吐槽个不停 《长月记名》播出半个月 带走了白露的笑容 没开播以前 白露还是笑着给大家直播 开播之后 被吐槽颜值谱 不懂剧本 看直播都强颜欢笑 小心翼翼 所以《人红》带来了什么 白露早期在《凤雄黄》中实验过霍玄 霍玄是一个女将军 性格好爽 用白露的话来说就是偏男孩子一点 跟白露是一个性格 所以她个人比较喜欢这个角色 对比另一个稍微女性化一点的角色 不是那么喜欢 在生活中 白露的性格是真的偏男孩子一点 比较好爽 讨厌太女孩子佳佳 在白露早期的微博中 可以看到白露就比较喜欢称自己为男孩子 白露的长相是比较中性的 可男可女的风格 而且白露个人比较喜欢男孩子的性格 因为她觉得这样很好相处得人缘 在言论持续发酵后 白露也立刻发了微博 承认自己的错误 以后会注意自己的言论 网友在白露的微博下面的评论 让我很感动 说会一直支持露露 大家都是清醒明白的 其实在早些年里 有很多女孩喜欢有男孩的人设 但是到了演员这块 就被说成理人设被批评 主要作为公众人物 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能乱讲话 最后希望大家客观看到白露这件事情 白露是一个有演技的好演员 为人好相处性格也很好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 对她有过多的评价 最后再给大家放一波 白露和孙真妮的剧组日常吧 两个人真是小姐妹呢 有个人是小姐姐姐 与你led up 我伍麵 搞不好 我还是要来 你带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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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 不是 しょ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